近日,狗仔董瓜瓜爆料称,某当孔一线小生他房,他出轨过,和某L型女星好多年前就在一起。 这位男星和正牌女友恋爱多年,跟小三也是多年,带入他老婆真的很生气。 意外的是,男星的老婆知道他俩的事,专门开车去找过小三,该男星还利深情人设,营销好男人形象,实在是一言难尽。 即使是这样,他老婆还是原谅他了。 这个瓜被爆出来后,一众网友纷纷猜测起来,任佳伦成为主要躺枪对象。 首先,从爆料线索来看,这名男星郑当孔与L型女星认识多年,巧合的是,任佳伦与影儿相识多年,她在拍摄新剧《五更记》,前几天影儿还来探班,两人在片场说说笑笑,影儿原名是刘颖,刚好符合L型女星这一条件。 此前,影儿新剧开播,任佳伦发文为其宣传,用的就是刘颖这个名字。 事实上,任佳伦老婆聂欢在他们官宣恋情那天,两人已经在一起五年了,与爆料中,和老婆恋爱多年也能够对得上。 虽然这些都能说得通,不过并没有证据,不能妄下结论,毕竟之前,有刘某称,某三字男星出轨,当时也是不少人猜测试任佳伦,工作室立刻回应,无端躺枪,荒唐至极。 而且影儿于复军博士一对,两人在节目上看着幸福恩爱,再说,如果真是他俩,这种事情应该比较低调,不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。 而之前影儿探班任佳伦,两人表现大方,显然只是好朋友。 实际上,任佳伦和影儿不仅是好友关系,也是同事关系,他们是同一个公司的艺人,这个公司还有李小冉、程毅、留学艺等知名艺人。 由此可见,任佳伦和影儿基本上可以排除了,其实除了他,还有另一个男性也被成了怀疑对象,那就是张若云。 而那个与张若云有关的爱情女星是蓝莹莹,两人曾合作过电视剧《历剑》,这部剧于2013年开播,两人很早就认识了,他和唐一新官宣恋情是2017年,因此有人认为,张若云、蓝莹莹符合文中爆料。 另外,有网友考古发现,张若云、蓝莹莹早期的动态似乎另有所指,比如蓝莹莹的那句,投入了、动情了,又要再抽离。 可张若云的那句,阴天里,我是你的羊,好像有联系,他俩发布时间前后相差半小时,这里也很巧妙。 但是,这也不一定就是在说对方,聊角色也有可能,毕竟现在很多演员,电视剧播出都会发长文,表达对角色的情感。 因此,张若云和蓝莹莹的瓜比较牵强,感觉应该不是他俩。 况且,张若云和唐一新的爱情故事,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,她可是被她放在备忘录的女孩。 就连李一彤参加节目,都说羡慕唐一新。 参加活动时在场那么多人,张若云眼里只有唐一新。 都说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,既然旁观者的李一彤都这么说了,想必他俩的感情无庸置疑。 所以,感觉张若云和蓝莹莹与任佳伦和影儿一样,都是无骨躺枪了。 至于这个瓜中出轨的男星,以及二星女星到底是谁,还是坐等后续吧。 面情在天垂,迪丽热巴黄景瑜被爆共度平安夜,上房车不敲车门。 近日,有狗仔最新爆料迪丽热巴与黄景瑜的绯闻动态,称,热巴和黄景瑜曾故度平安夜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。 这两名狗仔在聊八卦时提到迪丽热巴和黄景瑜,前段时间热巴怀孕风波闹得沸沸扬扬,他有没有怀孕不得而知。 但2019年,热巴与黄景瑜拍戏时,他们的关系却相当亲密,并且放出一段片场的视频。 当时,黄景瑜走到热巴面前与他聊天,热巴似乎在向黄景瑜撒娇,两人的关系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朋友。 对此,狗仔表示,从来没有见过热巴在现实生活中,与哪个男演员有过类似的行为。 2019年12月16日,热巴和黄景瑜一同结伴回酒店。 虽然两人乘坐的不是一辆车,但到达地下停车场后,黄景瑜等着热巴下车,之后两人便一同上楼。 说明两人一起拍戏住在一个酒店也正常,当然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 同年12月22日,当时热巴在房车休息,黄景瑜来到他房车面前,连门都没瞧,直接就进去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黄景瑜上车后,热巴助理主动下来了。 这次黄景瑜在热巴房车待了40分钟才离开。 到了晚上,两人收工后,黄景瑜开着豪车跟热巴的车回到了酒店。 等热巴上楼后,黄景瑜把自己的豪车停在车库,乘坐热巴的车离开了。 也就是说,黄景瑜给热巴担任了护花使者,专门开车陪热巴回去。 连媒体都调侃,黄景瑜也太暖了吧。 时间来到19年的平安夜,热巴从自己房车下来后,直接就上了黄景瑜的房车。 到了晚上,两人一起在路边逗流量猫。 紧接着,黄景瑜拍了一下热巴肩膀,示意让热巴跟他一起上房车, 而女方并没有拒绝。 后来热巴收工回房车,黄景瑜也去了他的房车。 工作人员都很主动,似乎知道两人的关系,立马从车上下来,完全不打扰他们。 等了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打开车门一看,之后又帮他们把门关上。 到了晚上10点多,两人从车上下来。 此时,热巴已经换好了衣服,之后便坐上了黄景瑜的好车,回到了南方家里。 看到这一幕,有网友直言,两人这是恋爱的节奏啊,这也太甜了吧。 网友们也拔出过不少恋爱细节,比如去年黄景瑜上期限挑战时,意外曝光了手机聊天背景。 有网友发现这张聊天背景图片很像迪丽热巴之前的一张旅行照,猜测两人就是在恋爱中,只是没有公开。 而在2022年年底,一项是红毯女王的热巴却意外缺席了各种红毯活动,让网友们也是觉得挺反常的。 于是有人就在网上爆料热巴是怀孕了,称大概算了一下,应该还数兔。 10月左右并陪上了一段热巴在机场的时候,视频中热巴穿着厚厚的羊羔毛大衣,下半身不似以往一般纤细。 再加上这段文字,让许多人纷纷猜测热巴是不是真的怀孕了。 但随后就有粉丝出来辟谣,称热巴的图是自己街机拍的,没想到却被人造谣了。 关于热巴的怀孕传闻一时间引起了不少关注,不少人都猜测他和黄景瑜是好事将近。 而热巴工作室确实过了两天才辟谣,并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,也公布了造谣的账号ID,追求侵权者的法律责任。 但值得一提的是,热巴工作室的声明中没有直接说女方是单身,又再次引起了热议。 此后,又有网友爆出在国外疑似偶遇热巴的瓜,热巴和黄景瑜疑似是同游欧洲,按爆料中的时间来推算,当时的热巴的确没有发布新的社交动态。 同时,工作室也没有给出过他当月的行程安排,猜测他是与黄景瑜的私人行程。 但是从其他狗仔和近期热巴的工作葬来谈,他的肚子平平,不像是怀孕的。 某知名狗仔乘起拍照都穿着树摇,哪里像是怀孕中的人,表示怀孕谣言不攻自破。 而热巴现身某直播活动现场,看起来也是身材鲜瘦,笑腹平平,完全不像怀孕中。 只是对于两人的恋爱传闻,双方目前均没有过多回应。 因此,也有一些网友猜测,热巴怀孕是假,但他和黄景瑜的恋爱传闻未必是假的。 只能说后续再度关注两人的心光,看是否会有新的进展。 在我们时钟前准备,看这些网友里的症状。 后来我们再度关注两人的腿。 growth and enjoy. 月顶级地是小部分。 然后我们再度复权恋爱的信息。 我们再度复权恋爱传。